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台北股市 上个星期我们跟各位讲 他这个15000点的关卡 他没有办法说直接攻上去 因为第一个 你直接攻上去没有成交量 但是很容易被外资到货 特别是国安基金假设硬要拉指数 那最好的状况是怎么样 在这里由全资股带动 先在15000点这个地方去做震荡 比如说像今天礼拜一 很明显这个盘市今天 他就是在15000这个地方 让台积电的下跌让出空间来 所以今天这个大盘 狭幅震荡 狭幅震荡 你看这开盘 开盘没有多久 开盘其实一开一个平盘之后 迅速下压 然后又拉上去 就代表其实在这里 在这里 15000点这个地方 他是需要整理的 而且 坦白来讲 那只看不见的手 他就是希望大盘在这里 做个震荡 你震得越久 把那个量慢慢的 用这种上下 每天上下震荡 横盘的方式 去把这个量 让他补出来 这就跟各位讲的 有没有 我说他在赛跑 他在赛跑 那跑着跑着这个月线 上礼拜不就是 正式翻阳了吗 对不对 就正式翻阳了吗 那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看 就是指数的部分 你季线 台积电的季线 跟500块关卡 他从433 涨到500块钱 涨到670块钱上来了 好 那又面临季线 他比大盘先到季线 所以你看大盘 大盘其实 两条线就好了 各位 你看两条线就好了 不用看那么多 这是月线 这要是季线 季线现在下弯的 月线已经翻阳了 已经翻阳向上了 对不对 那你看2330 台积电就好 是不是 他找 他的月线早就已经翻阳 而且他站上月线 这么长时间了 当然这个地方 国安基金一定有 做一些琢磨 可是从433 到月线 到这里 他让出的空间出来 他把指数电高 脱离危险区 但是来到季线这个地方 你要让他把这个空间 你要让他持续在大涨 没有这个 这个成交量 所以他把那个 把让出来 把那个空间让出来 所以今天你看 台积电跌8块钱 那指数跌55点呢 跌55点 这个大地光也是一样 有没有 我讲2000块的大关 对不对 这从6000块跌下来 这个基期最低 但月线线都已经多头了 有没有 我讲如果在50跟80之间 重新交叉向上 那在这里 这边 这边涨了一段之后 对不对 有可能同比例的 再涨上去 是不是 那这我们2000大关 也顺利黄金交叉 所以这个磐式 他不是一个大多头 他不是一个大多头 所以你不要去想说 我要去 去 应该这样讲 我去乱射飞标就可以 不是 不是 但是 他本益比很低 6月底的本益比在 10.86倍 6月底 这个证交所 证交所的数据 其实各位你看看 6月底指数在哪里 6月底 6月30 收盘收14825 也就是说 6月3 14825 6月底 10.86倍 今天多少 14943 比6月底多不到100点 所以你现在就是 我们跟各位讲 你现在其实就是 你要能够把握 各股轮动的节奏 不是说一定要去追 其实有个股票追 很危险 真的 真的 我们不讲别人的股票 我们就讲一档 前两天我们买进 然后呢 我带你在低档买进 然后我后来卖掉的股票 我们不要讲别人股票 这档股票 来 联雅 有没有 我讲长线回档84% 那月可以在这里黄金交叉 但是因为 这个行情 你短线上震荡幅度比较大 所以你绝对不能去追 那当时 上礼拜三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我142.5买 那一路拉拉拉拉拉151块钱 那上礼拜五 很强啊 我为什么没有跟各位讲 我为什么没有跟各位讲 因为我怕到时候各位 隔了一个星期 放了一个周末之后 你忘记了 你又自己去追了 我联雅 142.5买 我没有赚很多 可是我扎扎实实的 获利入带 我没有跟你讲 我这里买的 没有啊 我说142.5买啊 拉上去 我获利入带一趟啊 我当时跟你讲 长线低机器 可是你短线不能追 你先把钱 放在口袋里面 你先把钱 放在口袋里面 今天打到跌停板 上市 这个帮我拿掉好了 下面的logo 请导播帮我拿掉 对 上市一家跌停板 上柜一家跌停板 哪一家 就是莲雅 鎖住啊 你看见没有 股票能不能追 你礼拜我去追 被扒 我带你去买的 轻轻松松的 买的轻轻松松的 获利入带 今天打到跌停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 各股的轮动 而不是说什么墙去追 其实坦白讲了 追你要看本事 看功夫 这梗顶 看到没有 今天拉第二支掌停板 拉第二支整理 掌停板 这边整理完毕之后 今天拉出第二支掌停板 我当时跟各位讲 第一季转移去年前三季 有没有 为什么 很多因素嘛 汽车零组件 对不对 那可能先前有长短料的问题 那第一季之后 有些料源他来了 所以他的出货开始顺畅 那最主要原因 还是在什么地方 在于第一季台币的汇率 是相对弱势的 那过去有很多公司 他有汇兑 不要讲汇兑损失 他被汇率压得很辛苦的 那这第一季来讲的话 台币也一贬值 他不仅有汇兑收益 而且他的竞争力也逐渐提升 所以我讲 汇兑第一届毛利率 也是来到接近二字头 对不对 那第二届台币还是弱 所以今天 汇兑 今天大家第二次掌听 我记得之前跟各位讲过 我跟各位讲过 我跟各位讲过 我说耿鼎 之前我做过一次 五月的时候 跟各位介绍过了 第一届一片什么利率 营业率都创新高 那后来震荡整理 我不是告诉大家 我再买回 现买现赚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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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我说 我不买这里 不买这里 不买这里 不会买最低 对不对 那这段期间 我们都没有做 都没有做 那上礼拜五 这一天正式突破 这个量也突破了 这个价在这里 还没有突破 我当时问各位 是不是上去又追 我问各位这一点 这边会不会过 有没有过 有没有过 过了没有 过了没有 仔细把握各股 轮动节奏 这个大盘 你不要去想 老师 一万五站不上去 这个盘有人在顾 观众朋友 今天杀2330台积电 拉下来这个指数 涨什么东西 涨2603的长荣 涨2615的 万海这个地方平盘 杨明这一辆小涨 所以每个个股的轮动 亲爱观众朋友 每个个股轮动 今天涨什么 2002中纲了 你能跟得上吗 你能跟得上吗 亲爱观众朋友 我当时跟各位讲 我说你跟着股安基金 把尊严赚回来 有没有 杨明光 长线修正62% 够不够低 够不够低 很低啊 很低啊 对不对 一涨就涨快30块钱了 那我说先卖一趟嘛 累积你的实力 减少你的损失 让你下次 比其他人 能够赢更多 人是英雄 钱是胆 没有钱 你不敢买 那你说套牢的股票 你如果不动作 我们讲个观念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反弹行情 你不要期待大盘 从现在15000到14000 15000以下 会回到18000 你不要期待说 短线可以让你回到18000点 18619 可是 你要这样想 你100跌到50 跌五成 那你50这个地方 当它底部在这里 开始出现指纹的时候呢 你50这个要你去加码 你只要涨五成 就会从50涨回到100 对不起 你涨五成 你只要从50涨到75块钱 你就可以涨五成 你本来赔了五成 你本来赔了五成 可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相对的低档区 你去投入的话 那你50只要涨到75块钱 你就把你前面的 全部的怎么样 赚回来了 可是如果你不动作 你要涨回到100块钱 先前套牢去 要涨一倍 这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现在操作 心态要积极一点点 但是不能乱住嘛 杨明光 长期会涨63% 对不对 那在这里 分盘交易 长线低档 底部进场 把尊业赢回来 这些股票 其实大概 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你看 另外这个明基一 也是一样 我说看好 他第二季的财报 前五个月就2.34元 已经超过前两年的总和了 那你说今天明基一在这里 那也就罢了 大家不要买 等他拉回再买 对不对 大盘 明基一 从大盘 从6月底 开始杀杀杀杀到这里来 明基一也跟着修正 现在修正完之后 在这里 他在等什么 他在等什么 你有没有看见 他在守什么 这根红K上去 杀下来洗 第二次红K 这个地方都撑住 都撑住 他在等什么 他在等什么 这些就是我公开跟各位讲 没有问题 但是短线上各国轮动 你节奏还是要去把握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讲 能赚波段 我不会带大家这一只两只掌停板就跑掉 当时大学光我讲 在7月4号的时候 我说买在这里 第一季EPA创新高 投信锁定的股票 我当时跟你讲投信锁定 那你不要追 我没有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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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这里 这个地方准备 准备怎么样 就在箱形的底部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会去追高 对不对 你说杀下来老是会不会破低 也不知道 但是你在这里 前面这个地方先人指路 对不对 杀下来这个当冲的 投信大买 所以这一天 一开个小高就去买 这样懂我意思吗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嘛 早就过了嘛 获利入贷啊 来 有没有 台美 52.2买 7月14号 买完 隔天再买 你看见没有 第一则讯息 第一则讯息 VIP先买 买 隔天 第一则讯息再买 很多人在讲说 奇怪做股票 都被当冲 冲下来 那为什么我的股票 我的股票没有被当冲 冲下来 快速累积绩效 582全部获利入贷啊 你是不是又赚了 又赢了 明泰 30.6买 32出掉 隔日冲 获利入贷 这些就是我跟各位讲的嘛 你要把握个股轮动 你要把钱放在口袋里面 把尊业赢回来嘛 所以大盘其实 它在等一个什么 它在等一个什么 等一个机会嘛 你看到这些股票 满梯 全金条 那为什么我们都跟顶 两天两支 为什么 这个行情 很磨 成交量 萎缩 可是 我们讲到 市场上有一支 看不见的手 不希望大盘在这里 没有人照顾 那这个照顾的底线在哪里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可是它是照顾而已 它不会让大盘这个指数 让你看到金币辉煌 那相反的 当国际上有什么 短线的利空 它在震荡的时候 它又能够适时的 把它互助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涨台积电 明天台积电休息 涨了航运 改天就涨IC设计 可是 两者拉扯之下 你看它发现大盘 它就在这个 一万五千点上下 所以跟各位讲 不要担心 好不好 亲爱观众朋友 跟着国安基金冲刺 好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马上回来 来 股票不用买一大堆 底部进场 海光 今天钢铁股发动 不用买一堆 我今天 我今天 礼拜一 8月1号 我只出手买一档股票 这样股票叫什么 叫海光 叫2038的海光 我所有会员 所有群组里面 我今天只买一档股票 叫做2038的海光 股票真的不要买一堆 一支就好 你们的老师还在跟你讲 定锅基 孤一支 孤二支 孤三支 哪有那么多孤啊 我所有 我所有 我今天所有 所有群组 我只有买进一档股票 我没有买 今天我没有买其他股票 我今天只有买一档股票 从九点开始 到一点半收盘 我今天只有买一档股票 叫做2038的海光 把尊严赢回来 剩下各位自己看就好 所以我跟你讲 把握个股的轮动 但没有关系 你们看到 老师 钢铁股明年还会不会涨 不重要 我现在告诉你 我现在跟各位讲 我现在跟各位讲 钢铁股明年还会不会涨 这是第二个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 明年还有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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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我今天只买进一支股票 这股票就是2038的海光 海光 海光第一档突破 拉出第一支档停板 恭喜大家 我们没有那个资金 老师啊 这里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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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超过1800档股票 我就买这里 我就买 我就买今天 今天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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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尊严 迎回来 对不对 来 这梗鼎不是吗 有没有 现买现赚 涨停板 我不买这里 不买这里 我买这里 发动拉涨停 你看见没有 我没有时间买那么多股票了嘛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对不对 梗鼎涨停板 我手中只有一支股票 叫梗鼎 今天再拉第二支掌停板 现在很多人在追了嘛 成交量很大嘛 9万多张 10万张了嘛 你追什么呢 对不对 跟着我们 海光把尊严迎回来嘛 是不是 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不是一样吗 老师会不会过 来 现在又来画了 先赶快来画 来 这里 赶快画给大家看 对不对 会不会过 一个问号 一样嘛 跟大家讲嘛 会不会过嘛 不重要 重要是还有一支 股票不要买一大堆啦 明天上去不要追啦 亲爱观众朋友 好不好 这边还有一次 直接跟各位讲 大学光凯美明泰 获利入带了 获利入带了 跟点两支掌停板 海光今天出手 马上又再赚掌停 把你的尊严迎回来 好不好 把你的尊严迎回来 那我跟各位讲 7月股安充斥班 你就跟着我做就对了 就充斥什么 就充斥这种嘛 能够把你的尊严 赢回来的股票嘛 那今天我跟各位讲 好 最后五位 今天最后一天 父亲节在起算 你先来做 坦白来讲嘛 父亲节在起算 那这两天 你就来 你就一起来体验嘛 体验什么 怎么样把你的尊严 赢回来嘛 对不对 更丁两支 海光一支 明天还有一支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